好,那我们上课 那今天我们先把整个课程全部讲完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11章的迁入式系统 那迁入式系统各位后面还有专门的课 所以我们这边只是做个简介 那我们比较理论性的来看迁入式系统 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 你各位还有一门课 那个会专门做实作 不是一门,是一系列的课 好,那我们会看到输出路、驱动程式 轮巡、中断、启动程式 和整个系统怎么整合起来 好,那迁入式系统里面有一个特色就是 它通常没有作业系统 那像各位现在使用的Adreno或者是8051 上面通常是没有作业系统 所以你要用PC来写程式 然后把最后的结果上传到迁入式系统的CPU里面 或它的RAM里面 那系统程式设计是必须要能够处理硬体 因为迁入式系统通常你必须自己处理硬体有关的东西 但是现在由于越来越高阶了 所以不见得大家都会处理硬体 那很多迁入式系统现在一进去就有个Linux 那这也是很有可能 但是也有一些迁入式系统是没有作业系统 像Adreno那种是没有作业系统 但是它也不用让你处理硬体了 因为它有帮你包好一些函式库 但是如果是真的要比较低接自己来的话 就必须要从硬体开始 所以我们这一张其实比较着重在 程式跟硬体之间的界面是怎么处理的 那迁入式系统的开发过程通常是这样 你把迁入式硬体 比如说像Adreno那是个迁入式系统 你把USB直接插到电脑上面 OK 然后呢 你就可以开启 比如说Adreno的开发环境 然后最后按一个烧路 它就会把它烧到Adreno里面 那通常这种编译器它是 我在这一台电脑上面 X86上面编出来却是你那一颗CPU的机器码 所以它是一种跨转编译器 跨平就是从这一台却是编你那一台的机器码 然后再把这个编出来的机器码 给烧到记忆体里面 那这个记忆体有些是EP-ROM 有些是BLASH 有些是CPU里面就有内建的一些可写记忆体 然后呢 你按下重新启动键 然后就整个系统就重新开始执行 那在迁入式系统里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 输出路要怎么做 在一般的电脑上面 我们荧幕 以C语言而言 我就用Print-F 我要从键盘读字 我就用Scan-F 但是迁入式系统通常没有帮你写好 你要自己写 所以呢 输出路其实是很重要的迁入式系统的技术 那它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专用的输出路指令 这要看CPU有没有支援这样的指令 第二种如果没有的话 它通常会让你用记忆体映射输出路的方式 那专用的输出路指令 这个是我们之前没看过的一些CPU0的扩充指令 像TD测试装置 RD读取装置 WD写入装置 那原则上我们CPU0没有设计这种指令 所以这个现在是一个没有实作的部分 那如果有的话呢 你可以用TD来测试某个装置 是不是有读到资料 它的状态怎么样 那再用RD去读取资料 或者是用TD测试某个输出装置 是不是已经准备好 再用WD去写入 好 这边有个范例 就是我们假如输入装置 第九个Port代表键盘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用TDINDEV 在INDEV就是一个byte 那个byte是9 OK 然后呢 这个程式做什么用呢 就是不断的测试这个输入装置 看看它是不是可以读取资料 如果可以读取资料的话 它就不会是EQ 就不会是 不会是0 就是状态暂存器就不会是0 然后它就 它就会离开这一个维圈 开始进行读取 那读取到的东西 它就把它存到Key里面 所以这个可以用来从键盘里面读一个字 放到Key这个变数里面 那输出的范例也是很类似 一样我用TD测试一下 某个输出装置是不是可以输出 然后呢 我把某个字元载入之后 把它用WD写到那个装置去 所以其实输出录装置 如果有这种专用指令的话 你到最后也感觉 它就是把一个资料输出到 某个地方而已 那未来各位在作业系统里面 你们会看到一种叫做 轮巡的输出录的程式写法 这种轮巡是这样子 就是我对每个装置 我都检查一遍 看看有没有资料输入 如果有的话 我就把它读取进来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就略过 OK 所以叫做轮巡的意思是说 它轮流的询问 Polling 轮流的询问 比如说假设一个系统里面 有键盘滑鼠和网路 那它就先询问键盘 键盘如果有资料就读进来 没有的话就询问滑鼠 滑鼠有资料就读进来 没有的话就询问网路 网路有资料就读进来 没有的话就回过头来 再询问键盘 就这样叫做轮流询问的方式 轮巡 Token Ring是网路的网路的部分 有点像有点像 但是这个是城市的轮型 那个是装置的轮型 Token Ring它是分散式的 然后就是这个交给下一个 下一个再交给下一个 每个人取得Token之后就可以用 概念上有点像 但是不是同个东西 所以轮巡的程式 其实也是一样 我基本上就用TD去测试 看看有没有资料进来 如果没有的话像这边 测试键盘没有资料进来就跳到测试滑鼠 如果有资料进来就把资料读进来 那滑鼠如果没有资料进来就跳到测试网路 网路如果没有资料进来就跳到Entest 那Entest处理完之后又Jump In Loop回去 继续测试下一个 那记忆体刚刚讲的是专用输出入指令 专用输出入指令 那这种东西然后讲到轮巡的做法 这是用专用输出入指令做的 但是轮巡不一定要搭配专用输出入指令 轮巡也可以搭配记忆体映射输出入 那现在讲的记忆体映射输出入就是 它把周边装置视为记忆体的一部分 所以你只要把资料写到某个记忆体位置 其实它就会输出到周边装置 只要你写得对 那另外当然就是读取 那其实读取也是一样 把记忆体的某个位置的资料搬过来 就是读取 所以它的做法是把一部分的位置 映射到真正记忆体 但是另外一部分位置映射到的 其实是周边装置暂存器 那些周边装置暂存器 其实就是放在你的显示卡 你的主机板上面的一些暂存器 然后或者是周边装置的卡上面的暂存器 然后你可以利用记忆体存取指令 就像ST或LD这些指令 这些去做读取和写入 那当然LD是读取 因为你是从记忆体把它搬的资料到CPU 所以是读取 那ST就是把CPU的暂存器的资料 再丢到记忆体那就变写入 那记忆体映射输出路呢 其实它会有输出路控制器 那通常这个部分输出路控制器会去监控 它如果看到汇流牌上面的位置 是代表我这一个输出路装置的话 它就会去处理 如果是读取的话 它就把它从那个暂存器搬到 就是从卡上面的那个记忆体位置 对应到记忆体位置的暂存器 搬到你的你的CPU的暂存器里面 这是读取 如果是写入的话呢 就是倒过来 把CPU的暂存器呢 现在应该出现在 出现在汇流牌上面的资料栏 它把这个资料栏给搬到 它卡上面的暂存器先存起来 所以这两种不同的方法很重要 记忆体映射跟专用输出路指令 那这应该都会考 那所以呢 这边我们看到一个例子 CPU跟记忆体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装置 那这个装置呢 通常它上面会有控制暂存器 状态暂存器和资料缓冲区 那控制暂存器呢 这个东西 可能是我用TD的时候去测试 它到底可不可以写 可不可以读 它会有一个位元代表 那状态暂存器这个就一样哦 就是你可以用某个指令控制它 然后用或者是侦测它的状态 那有时候它会是一整块的资料 因为像硬碟啊 一次要读一大块 不可能一次读一个byte 所以这时候就会有缓冲区 好 这边我们看一个例子哦 我设计了一台电脑叫M0 那这个M0呢 它是用来说明 记忆体映射输出路怎么做 那它的处理器就是CPU0 那就是CPU0插在一个板子上面 那这个板子很简单哦 就是16K的Flash 64K的RAM 那各位知道Flash是可写的 而且写入之后呢 你关机它也不会消失 OK 所以你就把它写进去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板子 CPU0插在这里 这是键盘 这是键盘 有点像电话 那这边呢 是ROM 或者是Flash 都可以啦 那如果是ROM的话 可能是EPROM 这样才可以写 如果单纯的ROM的话 一定是程式早就烧好在里面 那就是量产式的时候才会这样做 那这边是RAM RAM就是64K的大小 ROM是16K的大小 那这边有个七段显示器 那各位应该有看过七段显示器吧 那这个七段显示器呢 当然以这个例子就是有ABCDEFG 总共七根亮棒 那我们在设计这台电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每一个显示器的每一个位元呢 映射到某个记忆体位置 我也可以把这个按钮的每一个按钮 映射到某个记忆体位置的某个bit上面 所以你通常在写这种迁入式程式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叫datasheet的东西 datasheet就是 就是 怎么讲 资料表 但是事实上它通常是 以迁入式而言就是硬体的对应手册 那以这个例子而言 我们说FFFFFF00 这一个位置 它的第七个位也没用 第六个位也是对应到SEGG 也就是那个七段显示器的G这一条 七段显示器的G这一条 OK这一条 所以这个SEGG 如果把它写入1的话 它就会亮起来 如果是放0的话 它不亮 那同样的其他也是如此 那其他的像 第五个位也就对应到F 七段显示器的F 第四个位也对应到 七段显示器的E 那第零个位也就对应到 七段显示器的A 好接下来这边呢 是键盘的部分 那因为键盘总共 这个例子里面有16个键 16个键占几个byte 然后两个byte 对不对 两个八位元 286 286所以它占的是两个byte 一个放在01一个放在02 FF01和FF02 那所以你只要把 你只要去读取这些 也就是说用LD把它载入 用LD载入之后 你就如果看到说 OK 这个位元是1的话 那就代表说 这个按钮被按下 如果这个位元是1 就代表这个按钮被按下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这样的程式 比如说我让M0的七段显示器 显示数字0 最简单的想法就是 怎么样显示数字0呢 我先把0s3f载入到R1 对不对 然后再把这个0s3f载入到R1的结果 这个3f写到FFF00 写到这个位置去 那不就是把刚刚的这一个 这个00的这一个呢 写进去了吗 写进去对应的这些亮棒 它就会亮啊 OK 所以我如果用这样的程式 应该会亮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因为CPU0没有办法定值这么大 这FFFF00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大了 因为我们CPU0的那个 那个位置栏是比较短 它前面还有OP还有暂存器 根本没有办法放这么大的东西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必须要用间接定值 先用间接定值把R1 3f载入到R1 然后先用一个R8去做基底 然后才可以做到真正的定值 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定这么大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先用一个R8做基底 然后把这个FFFF00先载入到R8 然后再去做储存的动作 好 那各位可能会觉得 这种东西一定要组合圆写吗 其实如果有记忆体映射输入的话 它最大一个好处就是 可以不需要用组合圆写 可以用C圆写 C圆怎么写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各位看不看得懂 这一个C圆语法 Ansight chart信号 FFFF00 然后再信号 等于0s3f 这个0s3f是一个0的样式 七段显示器显示0的样式 那我这样写呢 就会把这个3f给写到这个位置里面 这是C圆的语法 很诡异又很特别 但是C圆最强的就是在这里 那其实呢 当你这样写的时候会错 为什么会有错呢 因为对于这种 记忆体映射输入的东西 如果你那边外面改变了 其实对你程式码来讲 你是不知道的 因为它是被外面的装置所改变 所以呢 你要加上Valitial 特别是读取的部分 Valitial叫挥发性的 也就是说 这些记忆体它是挥发性的 那这个字有什么用 这个字告诉编译器说 这里请你不要做最佳化 不要做最佳化 因为一旦做最佳化 它可能会觉得 那个东西不会变 然后呢 它就自己预设 但是事实上 这样就不对 所以 C元其实到了 之前没有加这个字 到了C89之后 才加上这个字 那它是 后来才加的 因为之前 没有加会发生一些问题 使用C元做记忆体映射输出的话 我们也可以这样写 Define Byte on SiteChart 然后Define Seg7REG 就是七段显示器的那个暂存器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说Seg7REG等于0S3F 这样子就输出一个0 到七段显示器 所以C元可以这样写 会这种写法的人 通常人家都知道说 你会嵌入4 不会这种写法的人 人家觉得骗人 加上Volatile 那就是在这个加一个Volatile 这样子的话 才不会因为最佳化 而导致问题 所以Seg7REG里面的Volatile 这个字的功能 就是它挥发性 应该是99才定义的 不是89 99才定义的语法 ISO-C99 我们也可以一行写成这样 但是其实这样写不太好 因为这样写的话 很长 那每次都这样写 其实是不太好 你可以善用C元的Define 善用C元的Define 去做这件事情会好多 这个吗 这个 OK 这个Volatile Byte Byte就是OnSiteCharm 所以它的意思是说 它是一个 5号资源的指标 OK 现在 把这个东西 加上括号是什么意思 就是用来转型 把谁做转型呢 把这个 这个字当成 一个5号资源指标 转型 然后呢 前面再加一个信号 就是我要存取 这个记忆体的内容 对不对 信号不是对指标来讲 是这样吗 它要存取那个记忆体的内容 OK 所以 一次是先把它转型变成指标 接下来用信号 再存取它的内容 那不就是 以这个指令而言 它不就是把这个东西给指定到那个记忆体内容里面吗 这个看起来很诡异 很诡异 但是 你会这样用的话 你 对迁入式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对看人家迁入式的程式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那 这里会有疑问的 我稍微写一个东西给各位看 你就会知道 一定有很多人看不懂 因为 刚刚的那个语法 我现在写这个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得懂 我现在这样写 我现在写CHAS大A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说 StarA等于5 这样的程式有没有错 各位觉得呢 有点小 不能吗 这个程式不完整 所以它有错 来 再来一个 我说 CHARB StarA等于B 这样呢 这样行不行 当然还是不行 因为它不是一个主程式 对不对 好 那这样呢 没有标头是不会错的 因为我这边根本就没有用到 Print F Scan F 我不需要标头 对不对 好 这样呢 还错吗 或者甚至我这个可以搬到外面去 也没问题吧 这个就直接这样 可以吗 对吗 我说B等于3好了 好 我就这样做 我来直接执行一下 哪里怪怪的 是不是 来试试看吧 好 我开一个C的资料 好 我这边叫做Balletile 好 就叫Balletile.c 这个还没有用到Balletile 但是 OK 没错 对不对 它是对的 它的语法完全正确 当然我没有给它印出来 所以你看不出来 它到底会是多少 来 我们来印一次 说B等于多少 好 再印一次 看出来了吗 我没有换好 对不对 但是应该看得出来 B等于3 但是我把A变成5之后 B变5了 为什么吗 为什么会这样 B的记忆体位置没有变 没错 但是A是谁 A就是B 对不对 应该不叫A是B 而是A是B的记忆体位置 这一行不就告诉你 A是B的记忆体位置 我又写信号A 那不就是B吗 我又写信号A A就是B的记忆体位置 信号A当然就是B 没错吧 对啊 可是这里是对的位置 对不对 这里就是B的位置 不会啊 因为我们已经指定它是B的位置 像A的位置 如果你没有指定 如果你把这一行拿掉 你就会发现它会发生错误 有可能会发生错误 不保证一定会 C元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你会看到这里A没定义 如果我今天把A定义一下 但是我不要让它指定为B 你就会发现A是一个不定值 A是一个不定值 我怎么可以在A里面塞东西呢 对不对 A根本就没有分配空间嘛 没有分配空间 我怎么可以在A里面塞东西呢 就不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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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我现在已经 我现在已经把A设成是B的位置了 这样就不会错啊 对吧 OK 这样就没错啊 同样的 如果我今天这里呢 我说Moletile 有影响吗 其实没有影响 只是它叫编译器不要做最佳化而已 OK 那这里 你仔细看一下哦 我现在所谓的星号A它是什么东西啊 嗯 嗯 来 有个问题哦 我现在如果 如果如果如果 嗯 要怎么说呢 这里 好 来吧 就这样好了 我现在写VALUTA CHAR 一个C好了 这个C呢 我说 嗯 我在这边写C等于0s FF00 好了 就这样好了 好 它说呢 Assignment 第七行 Assignment Masspoint Without A case 对不对 它说你没有转型 没有转型 你 我这个 我这个东西是个整数 对 它是个整数 你把它塞给一个 4元指标 它认为形态不同 所以 不行 但是呢 如果我这样子 我不要加巴热台 就好了啦 我直接用CHAR就好 我这样子转型之后呢 还会不会错 没错 这叫强制转型 OK吗 啊 对 那当我做这种强制转型的时候 我可以把一个 这个东西 直接转成 次元指标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现在C是个次元指标了 接下来 接下来 我如果写信号C等于5 它是在做什么 它是在做什么 把0XFF00的 这一个记忆体位置的内容 设定乘5 设定乘5 好吧 那 这不就是跟我们刚刚的这个意思一样吗 我刚刚这个不就是 我只不过是把那个0XFF00 先塞给这个之后再取内容 对吧 所以这样看懂了吗 好 那我把这一个程式呢 稍微分享给各位参考一下 放在系统程式里面 放在系统程式里面 好 我就直接贴上去啦 你参考一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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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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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没问题吗 没事 我再得来 点击 就跟你讲 等于 标准 有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这种写法是思议员的威力之所在 但是绝大部分学思议员基础的人是不会的 但是这是思议员真正强的地方 能够直接透过记忆体运射跟周边装置沟通 是思议员强大的地方思议 这样子我们就继续 所以刚刚我们用Valetile Valetile的意思就是挥发性的 所以它到底为什么要加这个字呢 是因为如果我不加Valetile 你会发现说假如我现在有一个这样的程式 有一个这样的程式 这个程式是怎么讲 就是说man里面呢 它会根据inbit这个位元的值 就是这个整数的值来做某些事 如果它整数值是1的话 它就会做这个 do something 如果它是0的话它不会做 那这边有一个中段服务常识 ISR它会把inbit设成1 可是问题是请注意看 这一个程式里面根本就没有呼叫中段服务常识 ISR 但是这样的结果呢 没有Valetile的结果 你会发现说OK 那这个inbit永远都是0 永远都是0 编译器 如果你用GCC去做O3 就是最佳化 最高等的最佳化 它一定会觉得说 这个函数根本就是多余 不需要 整个函数丢掉 因为它没有呼叫到 因为inbit永远都是0 干嘛要呼叫它 永远都是0 根本不需要的时候 那就它把整个函数最佳化掉了 所以什么事都没做 那这就不对 OK 所以呢 在这时候我们应该加上Valetile 加上Valetile的时候呢 它知道说这个inbit可能会改变 所以它就不会把整个函数最佳化掉 它还是会载入到R1 然后再去比较OK 然后再去呼叫Do something 这里少了呼叫Do something CallDo something 这样子 好 所以呢 如果我们这个东西 刚刚的这种C语言语法 其实它 它 对应到 对应到的组合语言语法 是类似这样 好 那如果我今天要存取的是键盘那个暂存器的话 我应该先 先把F5F00这一个载入到R8 然后用R8加1来存取那一个键盘的暂存器 R8加1R8加2这两个总共16个bit 对应到16个键 OK 然后呢 再去 再去 比如说我再把R2呢 往左移8位 那这样子再把R1和R2给做all 这样就会得到一个R3 这个R3就对应到16位元的键盘按钮 都通过在这里 那我再去 从这个R3再去做处理就可以 好 那我们也可以用C语言的写法来写 我可以定义 往往我们会定义byte 就是onsignchar 因为C语言没有byte这个东西 但是char其实是有有号数 可是一般来讲我们讲byte 其实我们认为是个5号数 所以我们会把byte定义成onsignchar 那我如果要定义16位元的整数呢 5号整数我用uonsigninteger onsigninteger16 就是16位元的整数 这个你在Vidual Studio 在GCC什么之类的里面 你往往会看到很多人这样写 OK 那如果你看不懂这种写法的话 就真的你的C语言功力还是不足的 好 那short代表16位元的 当我写int的时候就是 int的时候其实不一定是3色 要看你的CPU的形式 那现在因为又有很多个64位元 所以C语言慢慢的 其实它有让你定义 就是专门的32位元和64位元 因为之前的CPU还没那么强 它现在又有 它又多出一些语法出来 不对 不对 long是32 longlong才是64 longlong 所以很麻烦 C语言那里 longlong 如果128 longlonglong 就没有这种东西了吧 但是它现在是long是32 longlonglong是64 OK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写一个程式来检查案件5 是不是被按下 那所谓案件5就是说 第五个位元嘛 可是我写0x20代表什么意思 16位元的20 那这里0是不是代表0000 二进位写成二进位就0000 那这个2代表什么0010 写成二进位是0010 所以你把它摊成二进位来看 它其实是00100000 那不就那个1是第五位元嘛 所以它在干嘛 它在 它在 把这一个 第五位元的遮罩 载进来 载进来去 之后去跟我们刚刚 读进来的这个R3 也就是那个 案件的那一排 八位元的部分 去比对 那做and的话 因为这只有一个1 只有一个1 最后遮罩完之后呢 如果那个位元是0 就会变0 那个位元是1 就会变1 所以你遮罩完之后 你就可以检查说 这个R4 到底它是0还是1 如果它是0的话 就代表 按键5 没有被按下 它是1的话 就代表按键5 有被按下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检查 按键5 有没有被按下 如果有被按下的话 我就显示数字5 那程式怎么做呢 程式就是 一样先把这个 FF00 这个先载入到R8 然后用R8 然后用R8来做相对定词 然后呢 载入20 到R7 然后用and做遮罩 遮罩完之后呢 去比较R4 是不是0 如果R4是0的话呢 就代表按键5 没有按下 如果R4不是0呢 就按键5 有按下 所以它说 JN1 N1是什么 就R4不等于0 R4不等于0的话 干嘛 其实这样写是不对的 我应该是 CNPR4 R0才对 因为 不能直接跟常数比较 所以是跟R0比较 那JN1 R2 就是 如果不等于的话 就跳到L2了 跳到L2 那就 就不显示数字5 那如果等于的话 那就是 执行这一行 这一行 0x76 就是 数字5的 那个 那个 那个七段显示器的 位元样式 OK 把这个位元样式 输出到 R8加00的话 就是 那个七段显示器的位置 把它输出 它就会显示一个5 所以 这一段程式 就是说 你按下5的键 它会显示数字5 你如果不按 它就不会显示 这个程式做的是 这件事 那这种都是 嵌入式的程式里面 很特别的地方 好 那接下来 可能各位 如果是写嵌入式的话 其实驱动程式是没有定义 也就是说 你不用按照什么规格 因为 你写嵌入式 你可以制定规格 但是你要知道哪一个记忆体映射到什么东西 当你知道了之后 你把那些记忆体映射的程式 读取写录写出来 就是一个驱动程式 好 所以驱动程式 其实就是这种东西 但是如果你今天去写 Linux或Windows的驱动程式 是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要遵循Linux规格和Windows规格 它会有一些固定的函数 叫你一定要这样呼叫 然后到时候它作业系统 在适当的时候会回忽 所以在学这种Linux和Windows驱动程式的时候 其实都是在学作业系统规格 然后接下来把它接上这种记忆体映射输入 或者是专用输入指令 这两个做完 就完成驱动程式 好 那所以对驱动程式而言 就是一个周边装置 我们就会写一个驱动程式 但是周边装置有简单有难 像键盘就是简单的 但是呢 萤幕就有一点难 萤幕那么多点 所以萤幕其实是比较难 键盘是比较简单 但如果是自圆型萤幕 像我们早期在用的时候 那个萤幕是不能做跑视窗的 最多只能显示一堆黑白的字 那种自圆型萤幕就比较简单一点 OK 那现在自圆型萤幕还是很多人在用 还是蛮多的 那 看我们 我上次不是跟各位讲过 其实有些企业界他觉得说 你们资工系 什么都不用教 你只要把他们教会写驱动程式就好 但 那个 那个怎么讲 当然是太狭隘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 如果你要学会驱动程式的话 其实就是要会这两个东西 第一个系统的韩式库怎么接 第二个 输出路的映射 我怎么处理 好 就做完 好 这边 我们来看一个驱动程式 通常 如果你是写迁入式系统的话 比较简单 就是规格自己定 那就把这些定义都定义好 记忆里映射的位置都定义好 定义好之后呢 请注意 这个KEY REG2 第二个暂存器 左移8位元之后 跟第一个暂存器做ALL 看得懂吗 因为他只是 把它 接起来 变成一个 16位元的整数 事实上 如果是32位元的电脑 就32位元的整数 好 那这样子到时候 你直接可以存取KEY 就会很方便 这种写法 好 那这边呢 那我宣告一个 七段显示器的映射方式 0这个字呢 会对应到0s3f 为什么是3f 是因为 那个 不是第三个 你仔细看3f是什么意思 这个要回到这里 为什么是3f 来 仔细看一下 0是什么 0是这几根量 但是g不量 对不对 g不量 但是这几根量 ABCDEF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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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ABCDEF是1 其他是0 对 哎呦 过头了 ABCDEF是1 其他是0 ABCDEF都是1 后面 后面两个都是0 那 那 那 我们先看前面的四个bit 0011是多少 3 对不对 所以这边3 1111是多少 所以3f 懂吗 为什么我说0对应到3f 是因为0的样式就是那个3f 对 这样懂 好 所以0的样式就是那个3f 所以我们这边写3f 其他的仿造 好 你就看他哪一根要亮起来 哪一根不要亮 就把这个位元都设好 好 设好之后呢 我们对于键盘也是一样 因为键盘可能 我们就把它 把它弄成一个阵列 因为他总共有16个键 就弄成这样的键 那 我 我就把那个字直接 直接用CHR的方式 code在这里面 嗯 这不算指令表 这是键盘的 字元对应表 上面 这个吗 这个也不是指令表 这个是映射的那个样式表 就是那个 七段显示器的显示样式表 ok 就把那个二进位的0101 弄出来 把它编在这里 是可以啦 是可以啦 但是 西元要写二进位 好像是0b 是不是 我忘了 我很少写二进位 0b的样子 试试看 我试一试 试试看 我试一试 好 组合语言指令才会是动作 那我现在 我我我我现在 看一下西元的二进位怎么写 我忘了 我们来 呃 b1010他不知道 所以应该不是哦 0s也不对啊 所以西元有没有二进位的写法 忘 找一下 找一下 二进位常数 呃 十一元得二进位常数 好像没有呢 对啊 所以搞不好没有二进位的写法 不一定 对啊 有0x 0x就是16进位了 可是 如果前面加0 不加差的话是8进位 前面不加0的话呢 就10进位 所以他好像没有一色的二进位的那种什么0x的写法 真的没有 所以没办法那样写 西元如果没有这种语法 就没办法这样写 好OK 这样应该了解 好 所以我们定义好这一个 显示样式表和键盘对应表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写驱动程式的 比如说我写一个函数叫seg7show show 然后他会把字元传进去 那这个字元传进去呢 我就 把这个字元呢 先转成 它对应的样式 然后呢 再把这个样式 塞给那个 七段显示器对应的暂存器 那不就会在七段显示器里面 显示出那一个字了吗 OK 所以这不就是一个驱动程式 虽然它很简单 只有一行 包成函数 就是驱动程式 那你会想说 我为什么不直接写这一行 我为什么要呼叫这个函数 毕竟呼叫这个函数比较容易啊 写这一行你还得了解它的映射的方法 所以当然是呼叫函数啊 如果 这软理工程嘛 上面的人只要知道呼叫我 我怎么做的你不用管 这个驱动程式 同样的我说keyboard.getkey 那就是键盘取得一个键 那我如果是系统 就是上层的人员 我就只要呼叫这个就好 下层的人员你就要知道说 我要去呼叫这个key 把它取到这个key里面 然后呢 最后 传回说到底是哪一个字 OK 那所以他就要写这一段 不可能每次大家想要取得一个字 都去写这么一大段 所以最后就是包成一个函数给上面的人呼叫 这就是驱动程式 好 那我们要检查有没有键被按下 一样写一个is hit 然后呢判断key是不是0 如果是0就没有按下 不是0就有按下 那这里我就可以做这件事啊 就是说 这个程式呢 它 会等你按键 然后你一按键呢 它就显示在萤幕上 接下来继续等你按键 你又按键 它会显示在萤幕上 OK 所以你看到我们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 我们现在一个while1 这是无穷违圈 里面有一个while not keyboard is hit 就 就括号 这是什么 键盘还没被按下之前 就一直在这边等 一直在这边等 等到什么时候键盘被按下 键盘一被按下呢 它就取得那个key 取得那个key之后呢 判断它是不是大于0小19 如果是的话呢 我就请七段显示器显示 其实你这不要用括号 你直接在后面打个分号也行 OK 那这个就是c语言 你会发现 用到嵌入式系统的c语言 才是真正的c语言 你没有用到嵌入式系统里面 你就搞不清楚c语言 到底可以干嘛 你c语言会拿来写四川程式吗 不会啊 但是呢 它在嵌入式系统里面确实有效 它有很多 整个c语言的设计就是为了要写嵌入式系统用 为了要写作业系统用 为了要写作业系统用 为了写作业系统用 为了写作业系统用 所以刚刚的那些技巧都会了之后 书出入程式设计的模式 设计模式 各位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一个书叫做Design Pattern 就是设计模式 那设计模式这本书是很重要的一本书 那它就是提出了一堆的设计方式 那所以比较专业级的程式人或者是系统架构师 系统规划师分析师都会知道这本书 那你在设计的时候 你如果有这些模式的话 可以套用 可以套用 那以输出入而言 其实如果它的设计模式只有两种 一种叫轮循 一种叫中断 轮循就是说像刚刚那样 我先询问滑鼠 再询问键盘 再询问网路 接下来都没有 那继续再询问滑鼠 再询问键盘 再询问网路 一直轮流这样询问 中断的意思是由硬体主动 你执行到一半 但是我有突然之间一个中断来 我程式会跳到一个特定的位置去执行 这叫中断 这叫中断 那特定的位置去执行 你就可以把程式写在那里 然后让它去处理中断的时候该做的事情 这叫中断 所以轮循就是轮流 询问各个输出路床 只是由CPU主控 但是中断 就变成说CPU很忙很忙 但是突然之间一个中断进来 CPU被迫要断掉 突然之间跳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处理事情 轮循的讯息传递方法通常是用一个轮循回圈的方式 这是一个设计模式 潜入式系统的设计模式 那系统的最上层通常是一个大回圈 什么叫大回圈 不就这个吗 这不就是个大回圈吗 一个很大的fire 最上层 但是它现在只询问键盘而已 它可以询问滑鼠 可以询问网路 所以大回圈里面有很多询问 这是轮循的实作方法 那各位没看过Windows 3.1 这就不用讲 所以采用轮循的方法 你看它的经典的写法就像这样 MessagePassing.c 就写成这样 一个大回圈 如果有讯息进来 我就处理那个讯息 那getMessage怎么做呢 如果键盘按下去 那就把键盘的资料给搬到这个Message里面 如果滑鼠按下去 就把滑鼠的资料给搬到这个Message里面 如果网路的话 那就把网路资料搬到Message里面 那这边就太长了 我们Keyboard Hit和Mouse Hit 刚刚有写就不写 好 那这边就会有一些结构啊 让你去搬啊 让你去搬 OK 那这是定义.h檔 这是.c檔 点c檔才主要 点h檔只是它的原型 好 那中段的部分呢 就是它是要搭配CPU的中段处理器 中段处理器 会强制送中段讯号给CPU CPU会被被迫跳到一个特定的中段位置去执行 好 那 这种中段机制比较有效率 在我们想要做多工的情况之下 它会比较有效率 但是呢 通常中段是使用在比较有作业系统的情况 但是没有作业系统很多嵌入式也会用中段 可是有些人会采用轮循的方式 好 所以呢 中段机制带怎么做呢 如果我们在CPU里面加一个中段控制线的话 我们就可以让CPU0跳到那个中段向量去做 那什么叫中段向量呢 这边是一个范例 我在这个整个所有记忆体里面最开头的那个地方 也就是0000的位置 我就放一堆Jump 一堆Jump 那意思是什么呢 当重开机那个按钮被按下去的时候 它会自动跳到这一个0000的位置 我再从这个00的位置放一个Jump 结果它跳到那个ResetHandle的那个函数去执行 执行完之后再回来 OK 那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就有机会去处理掉重开机的这个事件 那如果我重开机事件就是呼叫BIOS 然后去启动那个重开机 那OK啊 对 那这些像0004是非预期中断 08是软体中断 然后0c是中断请求 这个是硬体中断 那透过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说 OK 刚刚这边叫中断向量 这边叫做中断处理函数 Unexpected就是非预期中断的话 那非预期中断 我们这里有JMP Unexpected 这做什么事啊 它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叫当机 为什么它要当机 因为非预期的那种中断 基本上通常就是错误啊 错误的话 你不让它当机 你要让它干嘛 有时候你会让它显示一些东西 但是有时候已经进入错误状态 你其实要显示 有时候也会有问题 不如让它当机好了 好 那这个软理中断呢 就要先把暂存器给保留 然后再呼叫 cswin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如果用c元写一个函数 叫 好 他们下课了 好 我们如果用c元写一个函数 叫cswiHandler 那我这样call的话 它就会呼叫到c元那边去 那你这一个中断函数 就可以用c元去写 这样是不是比较好 好 因为c元比较能够有移植性 那组合语言很难移植啊 所以 像lanux 他绝大部分的call 都还是用c元写的 那只有不到10%的call 是用组合语言写的 原因在这里 好 所以一样啊 这边我也呼叫到c去 那我就可以用c来写这个东西啊 cIRQHandler 就去呼叫嘛 OK 那这样子用就接到c元上来 所以你去看作为系统的最底层 最底层 就会看到中断向量 你会看到 哦 有一段是用组合语言写的 其他是用c元写 就是这样子 好 好 那这时候呢 通常他会用一种注册机制 就是说 呃 因为 因为这些中断呢 我们不希望把它写死 所以呢 我可以让你说 回呼 就是说 有些人需要我在中断的时候呼叫你的时候 那 我就先让你注册 你跟我作业系统注册的话 那我中断我就呼叫你 所以 你就registirq 作业系统会有一个registirq的这种函数 类似的函数 你可以把一个函数指标传给我 那 到中断发生的时候 我就会回过来呼叫你 那这些被呼叫的函数是什么 有些是驱动程式 有些是 作业系统故意留下这样的机制 让你有扩充性 ok 好 所以呢 呃 看到这里的话就是 注册 回呼 这个如果 有上AI那门课的人 应该就很熟了 因为我们这学期用JavaScript 一直在回呼 回呼 对不对 这就是回呼嘛 好 所以我们可以写一个这样的程式 利用时间中断 让M0的电脑 这一个反复从0数到9 那就0 1 2 3 4 5 6 7 8 9 这一样的中段处理程式 然后呢 这个Count一开始设成0 然后呢 我让它 % 10 因为它就不会超过10 它就0到9之间 然后显示 显示完之后加1 加1完之后不就会 下次会再%10 ok 就这样子 所以它就会0 1 2 3 4 5 6 7 8 9这样轮 第一次0 第二次1 D2 3 4 2 就这样轮 那 我们怎么样子做呢 如果今天我先跟作业系统注册 把这个timersr给注册进去 注册进去之后 那一旦发生中断的时候 作业系统不就会呼叫我 就会呼叫我这个timersr 那你就会看到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这边只注册了 然后 inable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这边是一个fire1 括号 fire1括号是什么意思 无穷回圈 无穷回圈的话 照理讲应该 应该这个main的程式 执行到这里就当机 那你这个程式有任何用途吗 应该没有才对 事实上 不对 你只看主程式 它当然是当机的程式 但是你要连作业系统一起看 这个rigistirq是什么 对 那这些中断向量有什么用 这全部加起来看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一个很奇特的场景 就是 我这个程式虽然当机了 但是 我那个m0电脑的七段显示器 还是反复的从0数到9 为什么 因为中断早就设好 下一张 这个 这边吗 中断早就设好 因为rigistirq已经注册进去 那注册进去 谁会什么时候会被呼叫呢 OK 他会呼叫每一个这个注册过的函数 再往前 再往前 Cirq 以这个例子而言 只有一个时钟中断 所以 一旦时钟中断的时候 就会被呼叫 什么时候会是时钟中断 你可以把它设定成 比如说每0.01秒就做一次时钟中断 那不就每0.01秒就会跳一次吗 如果你设定成一秒 那就每一秒就会跳一次啊 0.01秒就太快了 0.1秒你就看得出来 设成0.1秒其实你就看得清楚它跳得很快 如果设成一秒你就看到它跳得很慢 OK 所以整个接起来到这边 这就作业系统的最底层 也是迁入式系统的最底层 OK 那最后你就看到说 OK那其实 我们还 故事还没完 因为整个东西要弄起来的话 必须要有个启动程式 这启动程式怎么做呢 迁入式系统最麻烦的地方就是 它什么都没有 很多迁入式系统没有荧幕 没有滑鼠 有的就比如说微波炉 微波炉不就只有那个键盘 还有一个小荧幕 那还算好的 有些迁入式系统 荧幕也没有 你做冰箱的控制器 这个就没有荧幕啊 这个网路 这里面也有处理器啊 HUB也有处理器 但是 它只有灯可以闪 其他事情都没有 所以这种HUB通常怎么做 它上面有个灯 所以如果它有闪 就代表它有资料在传 没有闪就没有资料在传 你就看它有没有资料在传 有时候会闪 颜色根据颜色 红色的是代表什么意思 绿色代表什么意思 工程师就根据这样的信号来判断说 这个到底现在状况是怎么样 同样的 迁入式就是这样做的 你如果要写这个东西 里面的那个程式的话 你就是要写这样的程式 OK 那这里最终一定有个启动程式 一按开机的时候 它就 它就 开始运作的 那个程式是什么 好 启动程式 它通常要设定中段向量 就是刚刚那个中段向量 设定主机板的各项参数 不一定是主机板 迁入式系统 可能就是它的 的那个 迁入式板子 然后呢 使CPU进入正确的状态 有很多CPU 它可以让你选择说 我 我到底要多久中段一次啊 或者是 我 我 整个板子的状态是什么 那 那种东西 你要一开始就把它设定状态 接下来呢 它会把 放在永久储存体 比如说RAWN EPRAWN 那些 的资料呢 搬到 搬到RAWN里面 因为RAWN里面不好执行 RAWN里面不好执行 因为RAWN不能写 所以有时候 它会把它搬到RAWN 然后再去执行 然后最后 它会设定高阶语言的执行环境 让你可以接得上C 否则的话 你整个系统要100%用组合语言写 你会类似 所以 通常是设定高阶语言的执行环境 像什么呢 像堆叠 Stack 堆积 Heap 好 设定好之后呢 OK 这整个 启动程式差不多就完成了 那所以 要 设定什么呢 要设定中段向量 中段向量通常有启动位置 那这个启动位置呢 你 你 必须要设定的很准 因为它的RAWN到底在哪里 RAWN到底在哪里 你要知道 不然的话你会 不小心 把资料写到RAWN里面 那就是没有效的写 写入吧 因为RAWN不能写 OK 好 所以 嵌入式系统的启动程式 其实到最后 你 你要去注意它的 各个段的分布 然后呢 对于Data段而言 这些资料本来就有出值 必须要放在RAWN里面 程式也要放在RAWN里面 OK 那但是BSS段没有出值 它其实不用放RAWN里面 它没有出值 它可以放在RAWN里面 嵌入式系统的启动程式 会把RAWN的一些 譬如说这个Data段 搬到RAWN里面 这样它才可以写入 不然的话不能写入 不能修改 好 所以 启动程式的任务地 第一个 设定终端向量 有刚刚那个终端向量 第二个 设定主机板参数 第三个 把永久储存体中 像RAWN里面的程式 和资料搬到记忆体中 第四个 设定堆积和堆叠 这些高阶语言的磁型环境 连上式语言 其他的用式语言型 好 所以我们这里 模拟了一个 M0电脑的启动过程 因为M0电脑 我们刚刚说 它16K的RAWN 48K的RAM 所以16K的RAWN 就对应到 0000-003FFF 这刚好16K 那48K的RAWN 所以就对应到 400到FFFFF 48K的RAWN 所以总共64K 就从0000到FFFFF OK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 启动的过程呢 它会把程式啊 程式段 它一些资料 有初始值的资料 刷入在RAWN的开头 然后呢 它会从0000开始执行 一执行之后呢 就会通常一个Jump 跳到后面真正程式段去执行 好 所以执行的结果会像这样 这是RAWN 这是RAWN 那RAWN一开始呢 我们会把像程式段 SText和Text的这些程式段 放在这里 资料段放在这里 BSS段呢 没关系 只要它 它 它呢 没有把RAWN用完就好 那所以BSS段 最后我们会搬 把这些程式段和资料段给搬了 BSS段呢 让它 放在这个最后 保留一个空间 就好 剩下的就留堆积区和堆叠区 把R11射到堆积区 和堆叠区 R13 R11和R13 设定正确 设定正确 然后呢 这个是GCC里面的一种写法 这个叫LD档 没有说过 迁入式的人不会写这种LD档 这种LD档 它就说 我程式段要放在哪里 然后呢 接下来要 资料段要放在哪里 BSS段要放在哪里 它现在告诉你的是说 我先放程式段 再放资料段 再放BSS段 最后再放堆叠段 OK 好 所以呢 它的启动程式 就会长像这样 仔细看 这边都还不是真正的 有机器码的东西存在 这边都只定义了一些 全域的函数 然后呢 定义了一些常数 接下来呢 STEST 静态程式段开始 开始设定一个 一个中断向量 总共有四个 四个跳到指令 这个就是中断向量 然后呢 这中断函数 非预期函数直接当机 对吧 然后呢 软体中断的话呢 就呼叫C元的软体中断 硬体中断 就呼叫C元的硬体中断 然后如果重开机的话呢 就呼叫这个29 开始的这里 从开机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呢 先禁止所有中断 因为中断在中断 会产生问题 禁止所有中断 然后呢 开始把机器码和资料搬 搬到哪里 搬到Rain里面 然后呢 再跳到Rain里面去执行 好 所以先搬搬到Rain里面 搬完了之后呢 JumpRain 就跳到Rain里面去执行 然后呢 执行的之后 他要去做什么事情 去准备好 可以让C元执行的环境 现在到目前为止 这边都还是组合语言 但他最后这边 57行写一个Command 接上C元 堆叠准备好 堆叠堆积准备好 接上C元 然后呢 就开始 可以用C写 所以这一段是 势必要用组合语言写的Boot 好 那 我们有讲过 中断要禁止和Web 那你就是 把 这一个 IP 设成 00的话 就是 11的话就是 11的话 这边我们的意思是禁止 00的话呢 是 允许 那看你怎么设计 那最后 要做系统整合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有教各位用过Mac 你要写一个专案建制档 把它所有的东西 打一个Mac指令就全部建制起来 那这样子 最后你要写一个Mac File去做 那这个是Mac File的写法 我们之前 应该有给各位看过 那这边有一个例子 是之前我们 系上曾经买过一块板子 那这块板子叫S3C 2010 已经有点 大概四年前 五年前的东西 那但是 现在的开发还是类似的 那块板子它是用S3C Win 就是在Windows底下的GCC环境 然后呢 你就可以进到这个资料夹里面 去做编例 然后Mac Mac好之后你会发现说 OK 那我先清楚嘛 再重新Mac Mac完之后呢 当你程式要先都写好 这边有lcd.c demoron.c demoron.map demoron.map 这些都是映射表 这是C元的程式 这是连接档 最后呢 做好之后 建置好之后 我们就 开启超级东端机 然后呢 那个板子从开机的时候 它就会 它那个板子其实 没有萤幕嘛 所以 它要显示 要显示在哪里 显示在你电脑上面 透过 透过一个叫UART的界面 连接到你的电脑 然后呢 显示在电脑上面 这也是 这也是 现在那个 Arduino那些 也都是这样用 那只是Arduino的界面 比这个进步多了啦 这个的 比较原始 可是这个其实功能 比Arduino强太多了 这个是Arm的板子 OK 所以它 最后会产生一个点BIN档 这个就是那个 可以烧录的档案 把它烧进去 烧进去 传送 烧进去 烧进去 最后就可以开始执行 那 这边有一个例子 它又执行了一个Hello 好 那采用这种实验版 的时候 当然你会比较了解整个流程 不过这个又是另外一门课的事情 我们这门课就不讲 另外一门课 如果你们有机会上前路式的话 不见得已经用这个板子 这个板子已经太久了 它会用另外的板子 那个不是 那个是用来设计 设计数位电路 那这个是用来写C元的 不一样 写C元组合元 那这种板子 比那个便宜啦 那个 数位电路的那个D2 一个可能一万多 这种很多 比较低阶的 像那个 树莓派 树莓派就是一个类似这种板子 但是树莓派基本上已经是一台电脑 那也有更低阶的 Arduino就是一个这种板子 所以以后你们可能用到的 搞不好会是Arduino 那Arduino 比较有趣的我觉得是 如果你要研究系统程式 你可以研究Arduino的原始码 怎么写 因为它是Open Source 你可以完全可以 把它每一行都看清楚 所以呢 我们这一章到底讲了什么 输出路怎么做 在迁入式里面 轮巡和中段是什么 驱动程式 通常是把输出路工程包 超窗层函数 然后用注册反向呼叫的机制 用中段的方式 或用轮巡的方式去呼叫 那轮巡的机制 轮流询问每一个周边装置 中段机制要搭配硬体 那启动程式要怎么设计 启动程式到底通常会做什么事情 设定中段向量和函数 设定CPU和主机板的参数 把永久储存体的东西搬到记忆体 然后准备高阶语言的环境 才可以接上高阶语 然后呢 系统整合 我们用Mac 还有连接档 然后最后我们用一个 这个S3C2410的实验版 当范例 这是我之前操作的画面 那 没有实作 这是各位未来 迁入式课程会有实作的部分 我们这边就不讲 好 那今天的课 11章大概就先上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